六祖谈经里说到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只了成佛 六祖谈经行有品云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只了成佛 佛信人人自有不加外求 当众生能放下妄想执着 随遇而安 智能证得如来智慧得相 一开始是要肯定自己求到的心 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后来有了成就 对人家功名的仰望 这种庸载 他也不会去攀岩 很不容易 一般人像这样 有几个能够做得到 所以六大师在第一篇开示里面 就讲到说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只了成佛 通常我们把成佛 当成很深很遥远 其实成佛 只是设身处地 了解自己的为人 了解自己的本分 了解自己的福报 了解自己的环境 真正的所欲而安 知命 任命 改命 佛说如来智慧 无处不智 无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 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振得 若离妄想 一切智 自然智 无爱智 折得现前 所以六祖说 菩提般若之智 世人本智有之 只缘心迷 不能自悟 若能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即使豁然还得本心 十方新闻黄慧如萧瑞丰 台南采访报道